九合一选举正式开跑 时常关心地方弱势族群的民意代表 很多弱势族群在这段期间 也都没有办法定期获得 明代转送的爱情物资 独居的罗妈妈也只能够叹气的说 只好忍吧 要忍到选举结束 目前在九合一选举的紧要关头 许多民意代表也都马步停蹄的 败票、拉票 由于选罢法的规定 选举期间赠送的物品都必须在 30元以内 在这种情况之下 经济边缘户 平常是可以收到志工的关怀 而同时还能够收到 明代转正的生活物资 不过在选举开跑之后 一切也只能够停止 有这样的土地啊 就是说这样的土地 我们就没有办法 请领那个低收入户 对啊 因为社会补助完全通往 虽然独居因为身体状况欠安 也只能够在家里打点小林工 整理韭菜 平常收到明代转正的生活物资 但是在选举期间 这一切也只能够理解明代的无奈 五年前这位长子就是一个独居的状态 那陆陆续续一直在关怀他 跟照顾他 你可以看到他住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呃 有些经济边缘户在政府个案中 由于资格不服 就必须仰赖民间转正的生活物资 在选举期间更能够凸显政府资源投入在社会弱势族群中的 关怀是否大位 而这一切的无奈 看在明代眼中 也只能够等选举过后 记者林杰 金安湘采访报道